细形悸动漫中敖雪出现在南海龙族面前,这让南海龙众也是非常惊讶。 因为他们都知道敖雪被杀星观音收服了,以为敖雪从此成了杀星观音的宠物,没想到他会和唐三藏一行人在一起。 尤其是南海龙王之子敖一龙,看到从小被自己欺负的敖雪,就忍不住疯狂嘲讽起来。 他认为敖雪是龙族的耻辱,因为敖雪小时候十分懦弱,他又经常带着小伙伴欺负他。 因此,敖一龙觉得此时的敖雪,依旧是那个曾经任由他欺负的东海龙太子。 但其实真正的龙族耻辱是南海龙族,南海龙族为了能统治整个龙族便悄悄与暗影天众合作,不仅将所有龙族收编,而且还谋害了东海老龙王。 这样做的后果直接导致龙族成为暗影天众的口粮,降服后的龙众不仅被斩到龙角,失去龙人特有身份,而且彻底成为暗影天众们的宠物。 暗影天众心就把龙众当宠物一样的牵着,其文第一是为了显摆,二是为了随时随地可以吃龙人。 而这些都是南海龙族做的事情,暗影龙手当其冲该念成为暗影天众附庸,所以说他才是龙族真正耻辱。